大批的长短枪摆在桌上 一旁还有154发子弹 火力强大 像是军火库 这都改造 全部都是非制式枪枝 射嫌用枪制中的就是这名 理了小平头的郭姓男子 警方调查 他射嫌常立在家中改造枪械 怀疑他可能涉及贩卖枪械 为基隆市城市博览会 展出前的进化资安 本分局获报辖内郭姓男子 勇枪勇毒 案经数月收证 掌握具体犯罪试证 与刑警大队成立专案小组 并于本日共同展开弃捕行动 埋伏干员趁郭贤反家不注意时 顺利将其压制 现场收出突击步枪三把 仿金牛座短枪三把 子弹154颗 及安非他命吸食器一组 全案依枪炮弹药及毒品等罪嫌 移送基隆地方检察署正办 本分局将秉持 进化资安人民有感立场与决心 动员全体积极查骑各项犯罪 塑造本市安居乐业环境 好让民众无后顾之忧 开心参与城市博览会 而城市博览会10号正式登场 为了进化资安 金融警察局行大各分局侦察队 都展开了打击犯罪行动 除了查获大麻猪 也抓到了50多名的通气犯 本市警察局为了迎接城市博览会 给各级观光客 一个美丽海港的风景回忆 特加强规划本市的自然维护工作 从5月21起至今日为止 总共查获了各类刑案304件 弃获各类判犯344人 另外查获通气犯53名 加强打击毒品 警方查扣了各类毒品450公克 及大麻活住气株 为了维护本市的治安 并且加强查棄各类改造枪械 由刑大 真三队 真二队 以及第二分局 联合共同查获了改造长短枪7支 子弹154颗 以及证报枪1支 第一分局 依据大数据分析 并且查获了两名取款车手 追毁了新台币32万元的被害人损失 本市各类刑案 均是治安的重点 打击犯罪不分架期 为了维护本市的治安 除了平时全局同仁的努力之外 本局局长刘耀青也特别重视 全局同仁对城市博览会 治安维护的动员 在城博会期间 持续的加强维护治安工作 绝不容许各类犯罪分子 在本市蠢动 影响本市的治安 全力做好城市博览会的治安维护工作 警方也要在这里呼吁鼓励民众 踊跃的检举各类犯罪 共同一起为海港城市美好的治安 还努力 此外城市博览会各展区 白天或夜晚都有举办活动 警察局各分局将加强巡逻 领检勤务 务必让城市博览会期间 治安能够平顺 记者黄绍明 基隆报导